这里是东山生态绿洲旁神道的分隔岛 可以看到本因枝叶茂密的树木 树叶却大片枯黄疑似缺乏水分 我们知道在这个长期时间里面 我们因为天气的炎热 所以导致我们整个气温 还有我们的整个提升 所以造成我们很多行道树 尤其在省道不管是从东山路五段 一直沿到我们的东山路一段 这一段的一个分割岛的行道树 都产生了很多的枯黄 那甚至中间的一些灌木群也都在枯萎 将要死掉 所以接受到很多民众的一个建议 包括有村长他们的反应 明代的反应 东山相公所近日接获地方民众反应 以为是相公所围管 要求尽快交水为树木解渴 但省道主管机关为第四区工程处 公所也以通报给四公处来处理 在这里我们也跟各位来做一个报告 我们已经跟第四区工程处来 请他们赶快来做进行交水 因为这个省道这是所谓的 我们高中部第四区工程处 他们的围管 所以我们也有大家欢迎起来 所以第四区工程处也很善意 要赶快来进行 金像林业学者询问 在高温的天气中 植物在晨间太阳未出现前 或傍晚太阳下山后 最好早晚各浇一次水 且不能在白天高温时进行 否则浇下去的水会升温成热水 夏天时候可用水车加强浇水 促进林木生长 伊兰新闻记者黄珠和采访报道